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一八零零全球現場 我是郭宇忠 新聞一開始先來關心彰化四尾路進行了道路改善工程 結果工作人員不慎挖破了天然氣管線 大量瓦斯外洩 狂噴大約三層樓高 也嚇壞了附近的住戶 現場瀰漫著濃濃的瓦斯味 消防隊破爆之後立刻前往 立刻噴水來稀釋瓦斯的濃度 現場一度緊張 天然氣公司也緊急派人來搶修 還好及時阻止沒有釀成人員傷亡 現場濃濃的瓦斯味 消防人員利用噴水降低 稀釋瓦斯濃度 大量瓦斯外洩 狂噴約三層樓高 現場還不斷發出嘶嘶的聲響 情況一度緊張 一名機車其實剛好經過 嚇壞了現場人員 消防人員趕緊高喊 趕快熄火 趕快通過 彰化新政府發包 彰化是四圍路八十九項 進行道路改善工程 上午九點工作人員不慎挖破天然氣管線 現場頓時瀰漫濃濃瓦斯味 那到現場讓瓦斯管線破裂 那整個煙霧瀰漫 那我們消防人員使用無用氣體偵測器 發現現場有可燃性的氣體 立刻封鎖 禁止人車通行 附近民眾表示 當時聞到瓦斯味相當濃 差點就要奪門而出了 因為實在太嚇人了 現場還出動挖土機把周邊土石挖開 天然氣公司人員以徒手方式 止住天然氣外洩才化解危機 鎖近沒有釀成更大災害 也沒有人員傷亡 借帶容貌 彰化報導